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就朝電源丟過去 莊總行徑都被手機拍了下來 好 等一下 外面 對不起 我交錯了 11姐 妳交錯了 幹嘛 我跟你講 我買這型跟一包七星 快點 三秒就拿出來 好 七星交錯 快點啦 眼看教訓得差不多 打算付錢走人 但藍色衣服的裝信男子 還是怒氣難消 幫你抓啊 你不要抓地頭的 好 我幫你結帳 抓錢 快點 我幫你結帳 我幫你結帳 這起糾紛發生在29號上午 6點多 裝信男子 夥同朋友到超商找店員理論 甚至大打出手 決心因為日前的滿煙糾紛 我問證監 他們 他沒帶 然後他就很生氣的回去拿 然後回來拿之後就開始嗆我 就走出去 然後回來就把刀 然後就有做事要 要揮我 然後另外一個他朋友有 有制止他 店員盡責沒想到卻遭到報復 23歲的裝信男子 日前買煙被要求出示證件 不過因為沒帶被拒絕販售香煙 心有不敢找朋友幫忙助政理論 警方還查出這名裝信男子 2014年曾經參與丟職信號彈招逮 下車警方獲報之後立即過濾身份 短短5個小時就將這兩名惡煞追查到案 也讓這名超商店員可以稍稍鬆口氣 記者與家民機關紅SNG小組 新北市報導